前一大片白色云海 要看远方金色太阳光四射 山群前白色云海 载着金光汹涌波动 这是阿里山云海吗 不对 这里是柴山 低海拔300多公尺 柴山居然有云海 西向专家直接打脸 这不是云海而是雾 浓浓的雾波涛汹涌 滚动的也是白雾 不少登山民众都有看到 你看这85都看不到了 85在这里 因为有太阳光的照射 所以产生那个光影 特的的资度都有达到 90几以上 地面的雾你从高处看 就是一片云 在下面就是云海 白雾聚集随风波动 从高处看就像云海 柴山雾气云海也曾被拍下 85大楼助力云端 仿佛先到 有那个冷气团下来的时候 如果在夜间降温 那满比较容易会平成雾 所以主要就是资度啦 凌晨出现流离云海 85大楼秀出平安两个大字 柴山雾海美景 不止4号5号也都可能出现 得在清晨两点摸黑上山 从柴山远眺 就有机会 亲眼目睹 记者红夫人刘世智 高雄报道 请上这个梦梦水 无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梳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传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然后再次进入睡眠的